苗县长千金招控 靠霸月领30万 徐耀昌说 没这回事 说情不正常 账目不轻害公司面临400万罚款 这种问题员工还能外派香港月领30万 有民众投诉 苗历县长徐耀昌的大千金 徐曼君 明明只是台湾观光协会月聘雇员 2009年却被派到观光局香港办事处 三个月后 麻雀变凤凰月身秘书 爽领30万 隔年结婚不仅有补助可拿 还顺水推舟把广告业务 pass给港籍老公公司 他的办事处的表现可圈可点哦 不仅出勤不正常 还账目不轻 他办事处恐被港府罚400万 后来被寄两支申戒 去年中他被调回台湾顺便生产 没想到24号交通部又以罪数件通过 让他二度外派香港 爆料民众说 被寄申戒还能在二度回员单位 难道是因为特权吗 对此徐耀昌说 没有这回事 而观光局表示已沉处过徐曼军 而因香港全人才同意他的调任案 地方忠心有个好爸爸 很重要哦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